坚持把平凡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平凡 不遗憾 不蹉跎 不等待 人生的奔跑 取决于途中的坚持 他知道滴水石川 不是靠蛮力 而是靠持之以恒 我觉得RE-WAY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平台 在很多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内容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 成功领导人的经验 那他们的经验 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经历 不管是成功或失败 那也可以看到他们很多 做人 做事的一些方法 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分享过程当中 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多益助 自己也可以跟着成长 因为改变了许多人生 当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原本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来到RE-WAY这平台 生命变得不平凡 如果我可以做到 相信你们也可以做到 他就是飞马领队四 邱燕豪 男生和女 邱燕豪 拍摄 掌台头看着天空 可以飞行好几万里 你可知道 Reway永远和你在一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飞马领队 是邱燕好 很多人说我是台湾的001 其实我是007 因为前面六个都已经阵亡了 所以来Reway只要能够坚持到最后 就可以拿到第一 三个礼拜前收到总台的邀约 要来担任新加坡厂的一个分享嘉宾 其实感觉是非常荣幸的 但是当下我的脑海浮现的一句话 四个字 并肩作战 我就感觉说能够跟一位这样子 的人物站在舞台上 并肩作战 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想想 我可以这样夸口 在所有Reway的领导人当中 最接近总裁 林文峰先生的人 就是我 我和总裁的年纪差不多 我比他大五个多月 所以他要叫我哥哥 我的身高 跟总裁差不多 他比我高大概不到五公分 差不多差不多 我的学历 跟总裁也差不多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国际机械工程系的高材生 而我是台湾国立大学 法律系的高材生 差不多差不多 我们创业的时间也差不多 总裁在2008年成立了Reway国际公司 而我在2008年也成立了 豪神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时间也差不多 那我跟总裁呢 长得也差不多 都非常的帅 在台湾呢 我讲第二 应该没敢说是第一了 但是在新加坡 我讲第二 林文峰就是第一 所以今天呢 能够跟林文峰先并肩作战 非常荣幸 当然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我觉得 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企业家 他的影响力 他的贡献度 我觉得 比起李嘉诚 马云 有过之而如不及 这是世界华商林秀 那他呢 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 他的思维 他的格局 他的理念 都值得我们来学习 那他呢 那他呢 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演说家 超过一万小时的一个演讲经历 透过他的一个分享 已经激励了 呈现上完的一个内心 那我觉得呢 他也是一个教育家 你看这么多一个领袖 培训会 已经造就了无数的人才 那他呢 也是一个慈善家 瑞瑞有成立一个瑞瑞慈善基金会 取知社会 用知社会 所以呢 我们行善 是不弱人后的 所以他 我觉得 也是一位慈善家 那我觉得呢 他也是一位 很了不起的 作词 作曲家 他前后呢 写了三首 《快智人口》 非常激励人心的歌曲 找到 作为 以及合作 尤其是合作这首歌 非常好听 特别是低句话 非常 激励的 那我觉得呢 他也是一个梦想家 更是一个实现家 在他的脑袋里面 有一个蓝图 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然后透过他的行动 他的一个付出 他的坚持 打造一个 前所未有一个 直销王国 所以真的 值得借由大家掌声 给我们的一个 林文峰 先一个掌声鼓励 所以我个人觉得 能够跟他配合 真的是非常地荣幸 所以说 当我们找到一个 这样对的领导人 与他合作的时候 一定可以这样 有所作为 所以呢 我来到Reway 前前后后 已经七年时间了 很多人说 有所谓的七年之养 就那种结婚七年的 就开始养了 可是来到Reway七年了 不但不养 感情又越来越好 更浓洽 所以在Reway呢 我们发现 每天每天都有很多 活动 特别 最近活动特别多 除了这个七场的 一个巡回演讲之外 上个月在台湾 我们也办了16场的一个 千人的一个事业分享会 我参加了应该有 超过一半的尝试 然后我很认真的在台下 听很多的飞马领队分享 我听的时候呢 确实非常感动 因为觉得 哇 这些飞马真的 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因为我是看他们长大的 所有的领导人 我是看他们这样子 一步一步地长大 那我看到一个领导人 他常分享说 他是以前多坏多坏 有什么黑道背景 说是兄弟来的 可我后来看到他 变得慈眉善目 真的来到Reway 兄弟都变成什么 弟兄啊 弟兄姐妹 那我也看到一个 飞马领队 吕欢云 欢云呢 他过去呢 做了16年的一个证券会计 没有任何业务经验 也没有口才 但是那一天 我听他分享的时候 真的有触动到我 我会觉得说 他们真的成长非常快 然后呢 我也看到一位领导人 叫邱正修 各位都知道 邱大哥 他做了16年的一个志工 做志工做到口袋没钱 做到身体 非常的糟糕 差点洗肾 那后来因为 这个产品 把他的健康找回来之外 那在上个月呢 我也很替他高兴 他出了一台 劳斯莱斯 他出了这台劳斯莱斯呢 有一个名字 叫做暗黑女神 顾名思义就是 劳斯莱斯呢 他上面一个女神 是黑的 整台是非常黑的 一台车 很有深度 很有质感一台车 其实当初 这台车是我的梦想车 我看到之后呢 我就把这照片 传给邱大哥 结果后来呢 他竟然把我的梦想车 给买去了 所以呢 我现在有 另外一个梦想车 应该 算一算 应该快出来 当然 我很替他们高兴 因为呢 真的 来到Reway 他们都成长了 都改变了 所以后来我回想 到底 我做了哪些好事情 上辈子有做什么好事 我可以遇到 这么好的公司 遇到这么棒的领导人 比如说像邱振修 我觉得他是因为 他过去 做志工 帮助了很多人 所以今天 我觉得他有这样成就 我觉得是死至名归 所以我就在回想说 我到底有做些什么 所以我就回想 我过去的事情 就是我在大学时候 其实我大学时代 是一个非常 投入宗教的一个分子 就像 其实搞组织的 搞宗教组织的 就像我们的 林文峰先生 他是投入直销 我那时候呢 是很投入在宗教领域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在大一的时候就受洗 然后呢 每天 早上五点的时候 我就准时在台大的一个 校园的一个草坪 叫正经草坪 在那边 做什么呢 我就带着一群学弟妹 在那边祷告 大家想说 吃饱没事干 早上五点才来祷告 但是那是一个 一个习惯的养成 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会为了 比如说个人的事情来祷告 为了家庭的事情祷告 甚至为了民族 为了世界来祷告 这样前前后后呢 一直到大学毕业 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不是说早上 晚上五点 下午点 还有下午的祷告 非常虔诚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 培养出一个 很好的一个态度 很好的观念 很好的习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做直销是需要态度 所以我觉得 很多的一些想法观念 其实跟我理念 是很接近的 尤其是reway公司 跟我很接近的 所以我觉得 做reway对我来说 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只要把人的事情做好 就非常容易了 那我记得 有一次 大约在大二那时候 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 我跟一位学姐 面对面祷告 也是在那个草坪 在祷告的时候呢 祷告完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讲一句话 他跟我说 我看到了你的属灵的动物 我看到一只鹿 一只鹿 Bear鹿 什么叫属灵动物呢 就是人呢 其实按照个性 按照每个不同个性嘛 就很像不同的动物一样 比如说狮子有狮子的个性 老虎 或是像绵羊 猪这样子一般 然后呢 他告诉我 你的属灵动物 就是鹿 那我听了之后呢 我就在想 真的耶 我觉得我是一只鹿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个性呢 跟鹿还蛮像的 因为我们知道鹿 是一个非常温寻的动物 那鹿呢 很干净 很纯净 而且鹿呢 是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动物 所以我觉得说 我应该就是鹿 因为 我的个性感觉跟鹿还蛮像的 还蛮顺服的 然后呢 在圣经里面有句话就是 如鹿切木洗水 所以表示说 很渴慕真理话语的 这样的一个人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鹿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 只要跟鹿相关的东西呢 我都非常的喜欢 比如说看到鹿的衣服 我就会买来穿 看到鹿的玩偶 我就会买回来收藏 或是一些装饰品 艺术品 跟鹿有关的 只要我能力可以消费起的 我就去买 有点疯狂的地步 所以呢 在七年前 可以想象 当我遇到鹿公司的时候 我问产品是什么 他跟我讲是鹿胎盘的时候 各位觉得我会不会买 应该会嘛 对不对 因为我是很喜欢鹿 我很能够接受 跟鹿相关的东西 所以呢 我自然而然就接触了 这两产品 但发生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 我看到一个中风的医生 还有狮子 因为这产品真的很好 我看他们改变 然后听了很多见证 而选择相信这产品 那当然感谢呢 要特别感谢就是 当初把这样产品 带到台湾的 我们的Simon Wang 还有我们的薇薇 Sharon 好 感谢你们 但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因为那时候是没有公司的 所以前一阵子有领导人 看到我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我在好几年前 待我接触入瑞的时候 他就有听过这公司了 也有接触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假如那时候跟你一样 一直做入瑞的话 他现在不要是做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我就告诉他说 如果你那时候做reway的时候 我相信你人应该是不在的 因为那时候的环境 跟现在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时候确实会遇到 很多的一些问题 就像一个火要烧 一直烧不起来 然后呢 坦白讲我们也没有那么的用心 因为觉得离新加坡 马来西亚有点远 所以那时候觉得天高皇帝远 就是等Simon那时候来的时候 努力一下 大家回去的时候呢 就开始放松了 但是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 我的想法改变了 因为我觉得必须扛喜责任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想要了解这产品 然后我觉得说 我有责任去学习 于是呢 每三个月的一个表达大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就寄掏腰包 坐飞机来这边学习 然后培训会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学习一些基本功 不管是讲OPP也好 或者一些制度 市场分析 我在很短的时间 都把它学习起来 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 不到40岁 所以学习能力非常强 所以呢 开始可以自己去运作组织 就是很快的就上手 那我觉得说 我自己在做reway 我这个头脑是很简单的 就是没有想象那么复杂 包括我在讲OPP的时候 我也是打开电脑 从第一页开始讲 很多人讲说 已经讲很熟悉了 不需要靠电脑什么的 我尽量可能 就从第一页就开始讲 那我也敢说呢 应该在reway 这么多领导人当中 我应该是讲OPP最多的人 我个人觉得啦 为什么呢 很多人领导人说 哇 您做到飞马式了 怎么在台湾还常看到 你在台上讲OPP 那我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 那是一个以身作舍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OPP设计得非常完美 然后我希望把它练到 一个 就讲十年某一件嘛 练到非常锋利 然后做一个 很好一个榜样 所以在台湾呢 会常听到很多的版本 就是去听我的影片 看影片 学习那个内容 当然不一定说一定要学习我的 但是它是一个标准 所以你听了之后 得到一个灵感之后 你可以再做一些变化 所以这样的关系呢 台湾其实发展得还不错 虽然会遇到很多的波折 包括刚刚我们总裁有提到的 媒体 确实台湾媒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最一开始中招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耸动的报导 什么职务人也可以站起来 然后讲夸大疗效 其实那时候呢 我也是有点 不晓得为什么会上媒体 原来是因为 那时候我们的经营大哥刚加入嘛 然后呢 他找一些人 然后呢 他找一个人 那个人还蛮天兵的 就是他本身 在做保险理赔的 后来他听到这产品 非常不错之后呢 他竟然去登报 说什么 可以制什么 制什么 结果后来呢 有媒体看到之后呢 他们就自己来联系 然后呢 就假装客户要了解这讯息 就到我们公司 那当然我介绍的时候 当然就是也从第一页开始 这样介绍 没想到呢 他哪一个摄影机呢 应该是手机 从笔箱上拍我 然后后来呢 我们隔天 又办一个 见证分享会 然后也去拍 然后他就去剪一些 比较聪动的一些议题 然后把它弄成 非常争议性的 所以当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 坦白讲 我很害怕 我害怕的原因是因为 好歹我也是一个形象很好的人 我在想说 哇 出来之后 我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好像我做什么 伤天害羽的事情一样 但是很快 我念头就转换了 因为我觉得 这东西是应该要跟公司一起 共同面对的 然后 其实后来 事情很快也过去了 因为 那时候我记得 我是孔雀领队 很快的 我就变成凤凰领队了 所以每次每个人问我说 那个影片是不是你 我说不是 我说那是邱大哥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凤凰了 他们看到影片的是一个孔雀 我就嫁祸给他 然后来呢 还有一个 过了一年 大概两年前 我们有三个新闻 那个新闻呢 很劲爆 因为我们的团队 好死不死 这么多场地不办 他们竟然跑去 立法院的餐厅 去办说明会 立法院是立法委员 在开会的地方 很多政治人物 会去那边 进进出出的 我们在他里面的餐厅 办说明会 而且越办越大 桌子越来越多 所以人进进出出 就突然又上媒体了 说我们怎么夸大疗效 那一天的主角呢 又是我 我又上电视了 但那次呢 我记得那时候 我刚从国外回来 我一下飞机 就接到这电话 就等于飞机降落 我就打开手机 就想说 我们要上新闻了 我就想说 哇紧张 我很担心 我一下飞机之后呢 哇很多的媒体会包围我 后来我想说是多余的 可是后来没想到 我们的领导人 却是非常的 沉着 我本来以为是很 大家会 人心惶惶的 没想到 大家对这件事情 竟然是用很正面的态度去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产品是真的非常好 所以呢 竟然 没有事情 竟然就没有事情 然后呢 前一阵子 应该大家都知道 又有一个事件 一个 补教老师一个事件 本来原想说 跟我没有关系的 但是媒体又跑到我们公司去录 拍摄 好死不死 又拍到我 但是不是本人 拍到我们的正商 因为那时候 我们的正商封面就是我 又拍到我 所以怎么 感觉都逃离不了这样的宿命 就是注定要上媒体 当然我觉得 这是很好的 因为 毕竟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就是虽然 感觉好像是一个 社会新闻 可是呢 我觉得因为经历这样的事情呢 让我们可以更成长 就像刚刚总来讲的 免疫力提升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做做做 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目前台湾非常好的一个局面 那当然其实 我这边要分享的就是 关于我个人的部分 其实我的个性 大概都知道 温温的 而且 你看我过去有信仰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淡薄名利 于事无生的一个人 过去 所以我不喜欢太竞争的东西 但是我们知道 日味是一个非常竞争的环境 所以以前呢 在做日味的时候 几年前 常常 我们的阿贴 或是副总裁拿督 总会跟我讲说 你还不要挑战什么东西 我常常这边听 那边就出去 因为我不理他们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要去挑战 这东西 如果有赚到钱 过得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挑战一些东西 所以我相信他们很头痛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 不是这么的在意 我不会去追求 那看人家表扬 我会把他们鼓掌 可是呢 我自己会觉得 没有关系 那可能是因为台湾 离马来西亚的段距离 我觉得反正也管不到 然后后来就一直 看到很多国家 领导人都出来了 包括很多飞马出现的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甚至连菲律宾 都有两个飞马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呢 心情开始忐忑了 所以我记得呢 在两年前的三月份 台湾的第一季的表扬大会 我觉得公司非常残忍 他竟然安排两位 菲律宾的飞马 到台湾来表扬 那我身为 虽然那时候是起立领队 但身为台湾最高的领导人 坦白讲 我怎么可以咽得瞎这口气 最后表扬了 竟然是两位菲律宾的飞马 菲律宾呢 以前那种琼师杯篮球 台湾跟菲律宾都是敌对的 那突然这样就觉得 怎么可以输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才告诉自己 已经不关自己了 这是攸关整个台湾的荣誉了 所以我才下定决心 要开始去挑战 所有的飞马 那当然就是在两年前 两年前的九月 第一次表扬 飞马领队 而且那时候 我非常感谢公司 就在我的母校 台湾大学 表扬飞马领队 所以我那时候呢 我记得我讲了一些话 我说 虽然我现在没有从事 法律工作 但是 我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 那虽然呢 我不是一个医生 但是我帮助更多人 身体得到健康 那虽然呢 我不是一个企业家 但是我帮助更多人 事业成功 所以这就是我非常热爱热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环境 我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就是感恩有这样的公司 那非常感谢有这么多 好的一些领导人 一起来配合 所以发现说 很多领导人来到Reway 都有原因的 我不晓得各位来到Reway 还记得当初什么原因进来吗 都有很多原因 不管是直接或间接 所以我记得呢 前阵子有一个领导人 这领导人真的非常好玩 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 他说我是他的梦中情人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的推荐人 跟他讲这产品的时候 因为他本身 也是一个信仰者 所以他说说 吃这产品 要问他的神明 问他神明 结果呢 后来呢 他就问他推荐人说 你们公司 有没有一个叫什么 秋叉好的 秋叉好的 然后呢 旁边有个马 也有翅膀的 结果他推荐人也搞不懂 因为那个推荐人 也是刚加入的一位 后来呢 他就把政商杂志翻一翻 他说是不是这一位 结果那个人说 对就是这一位 我在梦中梦到他 所以他每次看到我 我就说 我是他梦中情人 那他说是 他的神明 透过我来给他启示 叫他说要吃这产品 那待会后来 他真的也是吃得非常好 食用得非常好 甚至在今年呢 清明节 你们这边有没有清明节 清明节就是祭祖的时候 他那时候又分享 有一次的 OPP 他就上台见证分享 他说又做梦梦到我 梦到我呢 告诉他要做reway 那后来我又告诉他 有另外一个人 没有认真做reway 不要学他 结果后来去求证 那一个人 另外一个领导人 真的没有很认真做reway 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呢 我真的起鸡皮疙瘩 我说哇 真的还假的 但是我告诉他说 什么时间不梦 非要清明节梦到我 但是呢 他每次上台分享都分享这一段 所以呢 有这样一个因缘 他接触了reway 但很多人接触产品的时候呢 真的会去求神问谱 所以我记得呢 有一个领导人他分享说 他一个会员 要使用产品之前 他去问了一个神明 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神明 叫宝生大地的 宝生大地 我本来不懂他是谁 后来才知道呢 他是管医药的 管药的 叫宝生大地 然后呢 确实宝生大地也告诉他 你把这个胶囊切拌 然后就放在桌上 结果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 回复了 他说你们这产品非常好 而且你这产品呢 竟然可以过胃酸 可以过胃酸 连神明都知道过胃酸 长龙保育技术 我说真的 我这不能随便乱讲 他说这个是一个好产品 可以使用 那另外呢 我们有个麒麟领队 叫林静龙 他是个旅游工会的理事长 他会很认真做 reway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相信官公 官政帝君 因为当初他买产品是因为 他妈妈的关系 然后后来他的推荐人 就一直告诉他 你要做reway做reway 他就说 我是旅游工会的理事长 我哪有时间去做reway 他说没关系 这种事情就问神好了 问他的官政帝君 所以在台北一个非常有名的 行天公 各人都去过行天公 他拜的就是官政帝君 然后呢 拔杯 各位知道拔杯吗 拔杯就是要那正义反 叫做神杯 圣杯 各位你可以想象吗 连续九次圣杯 当我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 我也是起鸡皮疙瘩 哇真的是 连神明都非常地支持我们 那另外呢 我们在座 我们的今天台湾游 我们的宝莲姐来 宝莲姐说 她接来六月之前 她也梦到了飞马 对不对 她梦到了飞马 她是因为梦到飞马 而去挑战飞马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莉莉姐 苏莉莉 她本身也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娘 身价已经非常高了 后来是因为父亲生病 有好几个癌症 吃产品很好 然后她本身也是一个信仰者 透过他们的一个信仰 得到说reway一定要做 所以她也是很认真的做reway 所以透过很多这样一个启示 我觉得 这产品是不是真的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讲说真相 有时候有形的会看到一些事情 无形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相 连神明都非常地支持我们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 这故事是深深实实发生的事情 在四年前 刚好是四年前发生的事情 其实在四年多前 我们很多的一个产品说明会的时候 会有人上去见证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见证分享者 叫李师姐 叫李师姐 那这个李师姐本身是一个公庙的公主 公庙公主知道吗 不是那个城堡的公主 公庙的公主 就是开那个庙的一个公主 然后呢 她每次上台分享的时候 她就说 她曾经发过毒誓 再也不碰直销 发过毒誓 可能以前可能受到很大一个伤害 那后来她说 是菩萨叫她来做reway的 那那时候呢 其实她每次见证的时候 因为她本身身体有开过刀 吃残平反应很激烈 那每次讲每次讲 我们在台下听 我们听的感觉是 你也不用讲成这样好不好 你如果想要做 想要吃就这样子就好 不用把神明都搬出来 那因为她本身是一个公庙的公主 就是她常讲她是南海观星菩萨 九天玄礼会透过她来办事情 这样一个人 那平常讲话就很有点搞笑这样子 很好亲近一个人 叫李师姐 那后来呢 在十月份 大概是十月底那时候 我就有事情想去找她 然后她就给我一个地址 就到了桃园一个 蛮偏僻的地方 她说她在那边 后来到那边之后发现 就是一个公庙 小小的公庙 然后呢 她那时候正在帮人家处理事情 然后在办事情 于是呢 我就坐在旁边 很恭敬地在等她 处理完事情 结果后来 事情结束之后呢 她就跟我聊天 但是那个聊天的人 不是李师姐 是南海观星菩萨 这真的耶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我知道李师姐的 讲话的那个口吻 因为那个李师姐是没有念书的 讲话是非常搞笑的 就突然她讲话是非常 庄严的 非常有内涵 有智慧的 我就跟她对话聊天 结果你知道 菩萨跟我讲什么吗 什么吗 她说你们Reway的产品 是40年来难得出现的好产品 我印象深刻 40年来 所以她才会叫李师姐 去来做Reway 因为这产品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她就叫李师姐来做 然后呢 她跟我很多的建议 很多建议 她跟我讲说 你们公司那个吃的那个自助餐 不要放在门口 因为以前我们台北办公室 只有二楼 没有一楼 所以我们每次说明会 外面会有很多那个餐点 自己夹菜的 然后她跟我讲说 你们那个靠近厕所 来的客人好像乞丐一样 这样感觉不好 我想说 哇 连我们东西怎么摆 她都知道 然后还给我很多建议 她说 你可以建议公司什么东西 可以怎么摆 那时候想说 哇 真的 真的是神来的 我们的状况清清楚楚 那后来呢 她就告诉我说 你的责任很重大 她说 我以后会带领很多人 就说 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就是身体的部分 那时候 她还跟我讲说 如果你好好做日月的话 你的父母的健康 会帮忙照顾 我听了就很开心 我做日月 她要帮我照顾 我父母的身体 应该吃Petit就好了 就跟我讲很多 就很多 给我很多鼓励啊 勉励啊 那后来她还跟我讲说 你跟神佛很有缘 后来我跟她讲说 不好意思 我是基督徒 这点我是非常执着的 非常坚持的 就是有一个 这样一个对话 这样对话 我觉得好像在梦境一样 但是很真实的 那后来最后她就说 我呢 要送给你们公司呢 一个签诗 要送给你们立会公司的 然后来呢 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过了两天之后 我就看到了这样的内容 各位想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内容是这样子 立愿制作好药方 汇集群音 度众生 产生奇迹免怀疑 品德若好有福气 度尽病苦 离西医 众生人人皆欢喜 生时能遇此妙单 好人才有此福报 世事替人设想多 传好名声 人夸赞 好 我们是给菩萨一个掌声 好 我们仔细来看 梅剧的第一个字 立会产品杜颂生 好事传 我们是Reway 我们的中文名字叫 立会 力量汇聚 立会产品度众生 好事传 所以当我看到 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 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感动 我就觉得说 我们好像在做一件 正确的事情 因为连神佛都这么支持我们 还送给我们 这么好一个内容 所以我一直觉得 如烈这家公司 是一件对的公司 因为我们是在做一个 是一个助人的事业 因为我们帮助很多人健康 当然这健康的东西 我觉得不仅是身体健康 尤其是我们 很多的一个内容 可以帮助我们思想的健康 帮助我们心理的健康 它是一个全方的健康 所以这是一间 非常难得的一间公司 所以我就觉得说 既然这公司那么好 我是不是更要全力以赴的 来去推广这事业 因为我们是做对的事情 所以呢 很多人 其实我觉得真的 reway真的很多 不管是职业间接 很多呢 都得到一些启示 来到reway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可是在台湾蛮多人是这样子 而且呢 很多人 都会记得 他们来reway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问过很多的会员领导人 就是你们还记得 你们第一天吃petire的时间吗 还记得吗 记得请举手下 前面很多人都记得 我常常在台湾问 你们记得哪一天吃petire吗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记得 其实我们会去记得某些日子 通常可能是一些生日 结婚纪念日等等的 你会去记得一个 吃保健品的日子吗 应该不会嘛 可是我发现 很多的领导人他会记得 所以我说吃petire的日子 是一个重生的日子 一个日子 一个再生的日子 所以前阵子 我听一个领导人分享说 我们常常讲说 信耶稣得永生 信petire可以再生 然后呢 相信Riway可以怎样 可以翻身 可以翻身 所以我发现说 Riway在公司真的很特别 有时候我会想说 为什么他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大 有时候大到无法想象 比喻来说呢 就像音乐一样 我们讲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一个好的音乐 在每个国家都可以流行的 那我们做的是一个健康产业 健康有没有分国界 没有 而且我觉得健康这议题呢 是很多人很重视的 所以发现说 只要是一个好的产品 不管在哪个国家 都可以发酵 都可以发展非常好 那因为我们就是产品导向 所以呢 为什么Riway可以做我们大到 有时候我觉得 很恐怖的一个组织啊 就我觉得说Riway组织 是全世界最棒的组织 尤其是我看常了一些聚会 比如说通常在台湾 会看到一些聚会 都是什么 政治活动 宗教活动 不然就是帮派的对不对 但是你看 我们竟然有办法聚集那么多人 而且来自于不同的背景 所以我们的组织里面 各式样的人都有 包括现在越来越多医生 过去那些医生可能都是排斥的 现在一个一个进来的 有中医师 有营养师 有西医 还有药剂师 甚至也有牙医师 所以在上上礼拜 我们在台北的一个事业分享会 一个千人的事业分享会 分享OPP的人 竟然是一个牙医师 牙医师 然后呢 他是一个牙医工会的理事长 那他也是目前Riway 唯一的天鹰领队 叫后医师 他年底应该即将成为飞马领队 那时候呢 我就在台下听他OPP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很多问题 他是一个牙医师 竟然在台上分享我们的一个产品说明 然后呢 我跟他私交也不错 有一次我遇到他的时候 我问他说 那你牙医师 牙医诊所还有开吗 他说还有开 我说这样你忙得过来吗 他说没有办法 我真的非常热爱Riway 因为呢 他很多病患 是在看牙齿嘛 他知道说当牙齿不好的时候呢 身体也是不好的 所以呢 他都会告诉他 你如果想更健康的话 就要吃这产品 所以他付出很多时间 在做Riway 那一个牙医师的收入高不高 非常高哦 但是他现在在Riway的收入 应该比他牙医师的收入 高得五倍十倍这么多 然后呢 他就很认真的去分享这产品 所以连牙医师呢 都来做Riway了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这部分 那当然其实在台湾 故事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现在要分享一个 就是其实在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很感谢公司 我们有八间分堂开幕 八间分堂开幕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心血来潮 其实也蛮无聊的 我就想写一些内容 我去写我对Riway的一个感动 我就透过十句话 写出我对Riway的一个感动 那是什么内容呢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写的这样内容就是 一支产品闯天下 两国开始展福音 三生有幸 玉良机 四大科技无人机 五代产品奥群音 六年创下好成绩 七名得来不容易 八间分堂齐欢庆 九间人心展实力 十年赢得半世纪 当然是我是在 今年三月写的 因为我们现在 第六代出来了 不过这是我当下的一个感动 因为我们确实是从一个产品出来的 十年前 一个Potty的泰盘树 问世 那从新加坡马来西亚 开始传达这么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写说 两国开始展福音 然后呢 我个人觉得很幸运嘛 三生有幸 遇到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而也把握住了 那我们过去有四大科技 还有第五代的产品 其实我们第五代产品 就已经非常强了 奥群音 就把它摆在市面上 应该就是第一名的 然后呢 Reway 在台湾六年了 我们三月份的时候 六中年庆 六年创下好成绩 七名得来不容易 因为我们去年 在台湾的直销排名 是第七名的 每年三月份呢 台湾的直销世纪都会报道 就是关于很多 直销公司的一个表现 我记得我们在前年 也不过15名而已 那时候才做13亿15名 那去年呢 我们成长了169% 有三倍以上的一个业绩 因为我发现很多公司呢 都是负成长 不然就没成长 我们公司成长了三倍以上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很多人开始关注 我们的这家公司 它成长速度很快 但我们很有信心地 跟各位说 我觉得今年六月公司 在台湾啊 应该可以几近前三名 真的 然后我们的八间分堂 喜欢庆 那去年的标语就是 九见人心 九见人心 散实力 那最后一句话 其实我想了很久 因为确实是不容易表达的 那后来 突然有个灵感写这句话 雷月公司才十年而已 但是我觉得十年的时间 我们好像比别人做了半个世纪 就是等于五十年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的成绩 我们的结果 感觉好像是一般公司做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也做不到一个结果 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句话 十年赢得半世纪 因为我觉得雷月公司 十年都可以做到这样子了 再过个十年 再过二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可以想象 真的整个世界会被我们拿下来 这是真的 所以我做Reway 其实非常简单的 我没有很复杂 简单的相信 就是当很多人在怀疑的时候 我选择相信 而相信之后呢 我成为第一个醒来的人 就是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我第一个醒来 叫醒其他在睡觉的人 让他们看懂这产品 看懂这公司 看懂这机会 所以现在台湾呢 确实发展非常非常好 我还记得前几天而已 我去参加一个社团活动 是一个台湾第三大社团一个活动 然后呢 总会长也有去 那去的时候呢 我发现 哇 我已经很低调了 好多人呢 好来跟我打烧呼 因为他们把我安排在主桌 跟那个总会长坐在旁边 就很多人跑过来 跟说 飞马你好 飞马你好 我很不好意思啊 因为旁边坐是一个总会长 竟然认识我的 比认识他人来的更多 但是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领导人跑过来 那个人我也不认识 跟我讲说 哇 哇你的老师来师 你怎么开过来 哇 很感谢你什么的 然后呢 突然有一句话说 哇 你以前做志工 应该非常辛苦吧 他把我跟邱大哥 混在一起了 好 那不管怎样 我觉得 李游在台湾 真的人数越来越多 就是成为一个 一个非常 不可忽视一个 势力的团体 所以最近台湾在选举 各位知道吗 就是我们很多选举活动 那有一个领导人 每次看到我的时候 他说 艳豪你要不要出来选 我说要选什么 你可以选立委 选议员啊 或者呢 选总统 各位觉得 我可以选总统吗 可以哦 那你们要搬来台湾 我才有办法当选 所以我会发现 李游这公司真的很可爱 就因为这样关系 组织力 战斗力越来越强 然后呢 越来越多人呢 来到李游相信李游 所以我非常相信说 李游公司 未来不仅会拿下台湾第一 接下来也会拿到什么 世界第一 好不好 好 占用总宅太多时间了 好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好 谢谢各位 集团 比赛 股 相题